大家好,我是大猛 今天咱在家吃 我发现在外面吃 吃那个东西 不如咱自己家做的好吃 看啊 这巴石 整了一个大牛舌 大个子牛舌头 今天咱烤着吃 还是烤牛舌 我之前把这个牛舌头给它动了一下 动了之后呢 要好切 要把这舌苔给它切下去 然后咱给它切 你像这个 切的话不能太薄 要厚一点 来上一些韩式烤肉酱 再搅拌搅拌 让这每一片 牛舌上边 都裹上这个烤肉酱 准备点开烤了 铺上油脂 准备开烤了 搁上那个牛舌头 哎呀,没那香味了 给它吊个头,翻个盖 还要给它刷点油 烤了油啊 这个烤出来啊 味道会更好 这个牛舌头 我可是很久没吃了 好长时间没吃的 这个高端食材 牛舌头烤出来可香了 我切这个牛舌头有点厚 要多煎一会儿吧 另外还整了点生菜 生菜专门裹着它吃的 就像这一大片 我觉得烤的可以了 你看这个表面焦黄了 就把这个烤的这一片 外层焦黄的 来给它 这么一卷 很香啊 牛舌头真是个好东西啊 它烤出来太香了 太美味了 尤其是把这个牛舌头 根部这一块 它里边有那个油 把这个油烤出来 会更香 太美味了 这个好 看啊 都吃了一半了 老师感觉烧点啥 也没弄酒也没弄蒜 来喝点 哎呀 别劲儿 这不 蒜也来了 还这么一吃 完美啊 必须完美 在小牛山头 还爱过完美啊 来喝点 舒服了 再烤上 把剩下的烤上 兄弟们 我慢慢吃慢慢喝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下期再见了 拜拜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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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